虽然有赛后因为争抢比赛用球的小插曲 但这一点都不影响字幕达成个人得分新高的氛围感 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面对联盟新贵步行者 字幕哥用64分登顶现役得分第三高 而且是没有3分的情况下拿下的64分 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存在 3分球3中0投篮28投20中 罚球拿下24分 现役派在布克和米切尔之后 论起超距的标准除了MAP总冠军等头衔 超级高光同样必不可少 而字幕略显特别 没有稳定的投篮三分球一塌糊涂 比起其他球形关键时刻的爆炸的得分能力 即便字幕哥拥有历史级别的身体天赋 但无奈缺少投篮技巧 让他一直和超级得分手的名号视之交臂 而每每关键时刻米德尔顿的挺身而出 也让字幕背负着不小的预论压力 休赛级利拉德的到来就是球队解决关键时刻 投篮能力不足的问题 而字幕用一场零三分的比赛 拿下了属于自己的单场六十加 比之前自己的最高得分超出了整整十分 谁说没有投篮就拿不下超高分 十年过去了 字幕从一个瘦弱腼腆的孩子 逐步走向联盟顶峰 一路上他一个个打破之一 本赛季西部竞争激烈 东部同样有着绿军和七六人虎视眈眈 还有上赛季绝杀自己的热火 要在东部登顶 同样难度不小 谁才是现役联盟第一人这个话题 在字幕哥拿到总冠军的那年 开始更多的被人提及 詹姆斯日渐老麦 终身带还没有扛起大旗 字幕哥当年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明星 但技术的缺失 还有每每关键时刻 没投篮导致的输球 都让字幕逐渐远离了球迷的视野 再加上苦寒的米尔沃基 东西奇 特雷扬 爱德华兹 孟兰特 当联盟新一代迅速崛起之时 字幕还能有怎样的回应 昨天在纷争的联盟中 他给出了回应 字幕的故事 大家耳熟能详 从家乡偷渡到希腊 跑去训练馆 和兄弟们换着鞋子上场 当然后来的故事 大家也知道 进步最快球员 两届MAP 总冠军 最有价值球员 十年时间 字幕把选修报告中的缺点 一一解决 不但早早超越了自己的模板巴图姆 还在想着更高的目标努力 64分 一定不是他的终点 相信未来这个一直努力的大个子 还能进化出 不一样的他